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春天正是补钙的良好时机 这个季节补钙容易被人体吸收还有利用的 补钙效果要比其他的时节好算很多的 补钙吸收特别的好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补钙建脑力具的养生保健汤 我提前用冷水浸泡了一会儿排骨 用冷水泡排骨能够去除一些血沫的 让排骨吃起来不那么的鲜辣 像牛肉羊肉都用水提前浸泡一会儿 大约三到五个小时去除血水 这样肉吃起来不腥不柴辣 排骨一般是金排 其中含有蛋白质 维生素 钙 磷 骨胶原以及脂肪多种营养的 经常吃排骨可以补血 补钙 补中益气 强健筋骨的 排骨中还有大量的钙磷酸 也是有骨胶原的蛋白 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钙质 促进婴儿以及青少年的骨骆发育 能够预防老年人的骨质松松的 而且能够改善贫血 又补中益气 产后虚弱的身体虚弱 平时都可以多吃一些排骨 可以补充营养的 能够我们人体提供优质的蛋白质 必不可少的脂肪酸 补充营养特别的不错的 增强钙质 增加抵抗能力的 我们再把排骨多洗几遍就可以了 洗干净 我们把排骨放入锅里面 来点葱姜 去味儿的 加入清水 再一点料酒 大火煮开 我们准备黄豆 大约30克就可以了 黄豆具有健脾 益气 宽中 润躁 补血 促进骨肉发育 降低胆固醇的功效 对脾胃虚弱 贫血 勾楼病 骨质疏松 高血压 冠心病 动脉中央硬化等患者 均用特别好的治疗效果 黄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多种人体所需要的氨基酸 可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有助于增强体质 同时有健脾 益气 宽中 润躁 补血的功效 是身体血热的补养加皮 黄豆中所含的铁不仅多 而且容易被人体吸收大 有补血的功效 对预防确烈性贫血 特别的有益处 黄豆中所含的钙 磷 可以促进骨肉的发育 对预防小儿 咯咯咯病 老年人的骨质收松中 比较适宜 黄豆中的不饱和脂肪酸 对于消除人体内的胆固醇 清洁血管 预防惯性病 动脉中央硬化 保护心脏有很好的帮助的 而且含有特殊的成分 一黄酮 能够降低血压的胆固醇 对预防高血压 以及血管硬化有益的 黄豆特别的适合 三高人群食用 能够降低心脑血管 疾病的发生几率 黄豆虽好 但是需要注意了 如果患有根病 肾病 痛风 消化不良的 胃胀的 负胀的 应该少吃一些黄豆的 排骨焯烤水 我们空水捞出来 我们把排骨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排骨用温水洗 这样肉肉不紧实 特别的Q弹 很好吃的 洗干净的排骨 放入锅里面 加入水 再来葱姜 去味儿增鲜 我们把黄豆加进去 下面煮30分钟 玉米具有很好的降低血压 降低血糖的作用 它能够健脾养胃 美白 抗衰老 通便 明目 避防心脏血管疾病 玉米中含有特别丰富的维生素 微量元素 不饱和脂肪酸 所以多吃玉米 对这里很有好处的 还可以预防多种疾病 玉米具有特别好的降低血糖的作用 玉米属于一种很常见的粗粮 中所周知的 粗粮具有特别好的健脾养胃的作用 所以经常吃玉米 具有很好的保护胃部 玉米含有多种维生素 骨氨酸 微量元素 其中的维生素A 维生素E 可以有效的起到抗烤热的作用 维生素B和微量元素C 可以保护肠胃的神经传导系统 所以多吃玉米 可以有效的美白抗衰老 准备海带 我用的是人家泡发好的海带 长海带 这样海带口感会更好的 海带是一种在低温海水中生长的 大型海参褐藻 可以用于凉拌 烧 炖 烹饪方式多种 海带是一种营养特别高的蔬菜 同时具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还有丰富的点等矿物质元素 海带含热量低 蛋白质含量中等 矿物质丰富 具有抗辐射 减肥排毒 促进钙吸收的功效 玉米海带 加进来 再焖煮20分钟 把鸡身 contigged 地鸡身 放入煮煮 一勺盐调味 别的食材不要放了 这种喝起来味道比较鲜美的 搅拌均匀就可以关火出锅 弄出锅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用发带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说前面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汤鲜味美的海带排骨汤就做好啦 味道极其的鲜美的 营养丰富 又有排骨 又有黄豆 还有玉米 胡萝卜 营养特别的均衡的 正好的排骨汤 既鲜美 又营养 又好喝 春天正是补钙的好时机 这道排骨汤一定要经常收藏起来 制作一下喝一喝 可以很好的补钙 健脾又养胃 增加钙质 补充营养 而且能够增加抵抗能力 补心补铁达 营养很全面 又好喝 无论是老年朋友们 小孩子都比较喜欢吧 特别的好喝又营养 做法很简单的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 有空试一试吧 点开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帮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